本所同仁于13日晚上9点多巡经骑津区通山路 见两名男子机车装在军卫的安全帽 因此上前一遇难产 此时坐于前座的陈姓骑士突然大喊 射气球A 让警方一头雾水 经说明才知陈明在骑津区开设飞标射气球摊位 正当警方要依把告发交用围规时 托文警用电脑传出灯灯亮声 才知道陈南已遭新北地检署通气灾案 尽了解陈南之前均在北部生活 去年底获有人帮忙在墾丁大街摄滩 而在今年5月份才到秦津区开设新店 陈南之前在北部陈宇人发生交易事故尚未解决 因南漂工作未收到地检署通知书而遭到通气 警方讯后将承染依交通过失伤害通气罪行解决规案 本分局近期实施新制快打机动警力 针对各类交通违规加强取递 让市民朋友和安全文物多一分保障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